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要知道 你当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永远不是一个人 而且你永远不会孤独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于跟死方一切诸佛在一起 他们来保护你 来拥护你的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弥陀经》里面 释迦牟陀佛告诉舍利佛 舍利佛西方极乐世界 有很多声文弟子 无法去算述出来的 这些弟子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段经文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等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为什么释迦牟陀佛 教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比什么更好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特别在这个环境 你看我们这个环境是无常的 生死随时都会到 你不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什么时候有念 等到临终的时候 等到体力摔了 或者老的时候 我们再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们 来不及了 时时刻刻 无论你在哪里 处事待人 行住做我 无论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 只要有空出来 时间有了 哪怕是五分钟 你要赶快把这句阿弥陀佛 念出来 因为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等你跟死亡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哪来不得到保护的呢 哪来不得到利益的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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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利亚陀佛